小邦国际钢琴比赛在全球享有极高声誉 身在英国的大马钢琴家罗浩兹 成功入选第18届小邦国际钢琴比赛的预选赛 并且在7月22号到著名音乐家肖邦的故乡波兰首都华沙参赛 而浩兹与肖邦的缘分是从他人生中第一场钢琴比赛开始 我是七八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参加钢琴比赛 那个是在马来西亚举办的肖邦比赛 那很恰好也是 对那是第一届 然后所以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新很新的东西 然后当时的老师 然后就是让我还有几个朋友一起准备这个 因为对我来说是第一个比赛 就去尝试的心态 也第一次就是开始比较认真的接触小邦的音乐 然后对就在那个比赛就是很幸运的融合了第二名 然后就有机会到日本去参加日本的小邦大赛 那时候的比我大的哥哥姐姐们都说如果赢了可能可以去到波兰的这个大赛 所以那时候就默默的知道有这个就是慢慢长大 因为过后去了德国念书我的教授是个刚好是个波兰教授 然后所以他也教了我很多小邦的音乐 可能就是这样前一幕化的变成一个以后可能会做的事情这样子 年仅26岁的浩兹在大马出生长大 从小受到家庭浓厚的音乐熏陶 四岁时他跟着哥哥姐姐的脚步 以钢琴进入音乐的世界 十四岁就在妈妈的陪同下远赴德国深造 妈妈就是给我很大的支持 因为我们那边就是有点母女两相依为名 就真的就是我们感情变得非常非常好 当然有很多各种挑战 但是就是我们很close 什么东西都会聊 然后比赛啊什么妈妈都是给我很大的支持 真的是觉得家人还有父母牺牲蛮大的 因为那时候自己还小嘛 就没有人知道你出国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连父母可能也没有想到就是各种各样过后会的挑战 浩兹坦言在追逐音乐梦想的路上并非一路顺随 他也曾经遇过比赛失败及试境落选的时候 但每每想起恩师们一路上的陪伴 他都感动不已 也学会了如何调整心态再次重新出发 来到英国过后 因为伦敦是一个竞争很大的一个城市 还有很多就是audition没有拿到的时候啊 就是当然有好的时候坏的时候可能更多 只是就是就没有去想它 还是要一直就是收拾心情继续往下一个努力这样子 很伤心的时候大家会怀疑自己 然后在想说这段路是不是适合自己走的 好多好多人都都在一起努力 然后没有人知道下个机会给谁 你知道比赛就只有一个奖 对要自己学习怎么处理这些情绪 就是经过反反复复这种跌倒的过程 就还是觉得这条路是自己喜欢的 利润老师让我感受到的更是他们对我们学生们的关怀 真的是无私的奉献真的是给我们很多很多时间 因为他们除了教我们音乐上钢琴上东西以外 还要教我们文化那种可能历史上啊那种人文的东西 除此之外还要就是教我们怎么去准备表演这个心态的东西 还有就是就陪我们一起就是起起落落的其实 真的每次都很感动 浩兹多年以来新系马来西亚音乐圈 在全球疫情爆发以前 除了每一年都会返马探望家人 他还会举办演讲 钢琴大师班及演奏会 和音乐学子分享交流 想要跟更多的喜欢音乐的人一起聊音乐啊 可能跟他们share一些在这边感受到的东西 因为有很多可能想要念音乐的 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的 有的时候他们会在instagram那边写给我啊 还是问一些问题 那能够在马来西亚当面跟大家聊 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 就是talk的话可能就是讲关于 怎么出国念啊 还是要怎么申请 类似就是怎么准备啊 要自己要有什么 以后想要做什么那种 让他们知道以后可能有什么机会这样子的东西 从四岁到现在二十六岁 浩兹一直在钢琴世界当中 到底音乐这条路该如何走下去呢 音乐这条道路很长 大家都会说 如果你是冲着名声 声誉啊 还是那种 你想要有钱啊 还是你想要一些这种东西的话 不要走音乐 因为音乐太多 就是付出的东西 你是没有办法去想 你哪一天会成名 哪一天会成功这种东西 那如果真的是喜欢音乐的话 那就认真的想把东西做到最好 那个就是你的职业保障 我觉得 你每天都把自己的东西做到最好 你对自己有个交代 然后而且艺术这么的主观 没有人可以说这是对还是错 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有没有做到最好 你有没有做到最好 那么多大事 你也要做到最好 你对不是